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千禧年的末世观和后千禧年的末世观 我们先来看一看末世论的主要争议的问题有哪些 在末世论方面引起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基督做王一千年 这一千年在末世论中常常被称为千禧年 启示录二十章提到的基督做王的这一千年 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在地上的国度呢 还是属灵意义上的一段历史时期呢 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有在地球上基督做王掌权的一千年的国度 这是末世论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 基督的再来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前 还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 前千禧年的末世观认为 基督再来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前 或者说是基督再来 然后才有千禧年 后千禧年和无千禧年的末世观则认为 基督再来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 或者说是先有千禧年 然后基督才会再来 当然末世论还有其他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比如说教会是否会经历末日的大灾难 教会与以色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等等 产生这些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解经原则 有关末世预言的经文 应该用严格的字意解经 还是寓意解经 哪一些经文可以字意解经 哪一些经文需要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 尤其是在旧约圣经中关于以色列的预言 这些预言是否在属灵的意义上 应验在了教会的身上 还是说按照字面的意义 将来会应验在以色列民族的身上 这些解经上的分歧 会造成末世论上的分歧 在介绍几种不同的末世观之前 让我们首先来说明什么是末世 根据圣经 末世是指自从主耶稣 第一次来到世上开始 一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 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时期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也说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很显然 末世并不只是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那几年的时间 而是从他第一次降临 所以我们今天正处在末世 但是当基督徒谈到末世论的时候 人们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 世界末了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看无千禧年的末世观 其实无千禧年末世观并不是认为没有千禧年 而是认为启示录二十章里提到的基督掌权的一千年 不是字面意义上一千年在地上的有形的国度统治 而是基督在属灵意义上掌权的一段时期 这一段千禧年国度的时期 从基督升天开始 一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 因为耶稣复活后 就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生活在基督升天和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我们 今天就正处在千禧年的阶段 所以无千禧年的末世观 相信千禧年的存在 只不过这种观点不认为基督还会在地上 建立一个一千年的有形的地上国度 无千禧年末世观认为 在基督再来之前 会有离经叛道的事情发生 教会也会堕落 对主忠心的基督徒会遭遇逼迫 敌基督的势力会出现在这个世界里 然后基督会再次降临 灭掉敌基督的势力 也会将一切受造物全部更新 带来永恒的新天新地 和无千禧年观点不同 前千禧年末世观认为 启示录二十章提到的基督掌权的一千年的国度 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 而且是在现今这个地球上会建立起来的国度 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要先发生 然后他会在地上建立这个一千年的国度 前千禧年的末世观认为 基督再来之前地上会有大灾难 但是教会是否会经历末日的大灾难呢 人们又会有不同的观点 其中值得一提的两个比较著名的观点 一个是时代论前千禧年 还有一个是历史性前千禧年 时代论前千禧年的观点 认为末日大灾难发生之前 教会首先被提 然后地上才有大灾难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年大灾难 其实更严格的来说 严重的大灾难集中在后三年半的时间里 在大灾难结束之后 耶稣基督会带领被提的众圣徒降临 灭掉敌基督的实力 在地上建立一千年的公义的国度 这种观点也被称为灾前被提的观点 而历史性前千禧年的末日观 则认为教会会经历地上的大灾难 不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 在大灾难结束之后 耶稣基督会荣耀的降临 信徒的身体得赎 然后基督掌权的一千年公义的国度 会在地上实现 在千禧年结束之后 才会有新天新地降临 这种观点被称为灾后被提 除了灾前被提和灾后被提的观点 基督徒中还有人持守着灾中被提 分批被提等不同的观点 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 后千禧年末日观认为 千禧年国度的实现 是要借着教会在地上 广传福音实践信仰 扩大基督徒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 逐渐地把世界转变成一个 和平而公义的属灵的国度 那么当世界的政治文化 不断地被圣经原则更新改变 世界就过渡到了千禧年 当属灵的国度结束的时候 基督才会再来 后千禧年的观点已经不是主流 因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圣经 对末世现象的描述 与后千禧年末世观的乐观期待 并不一致 关于末世论 有太多的内容可以探讨 弟兄姊妹日后可以在这方面有深入的学习 但无论如何 可以确定的是 基督必然再来 但基督何时再来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 我们需要做的事 警醒等候 预备迎接基督的再来 另一个明确的真理是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 因此 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 必然衰残的事情所迷惑 而是要竭力追求天上永恒的荣耀 在地上有智慧地去度过寄居的日子 这一课给大家四个作业题目 第一 前千禧年末世观 无千禧年末世观 和后千禧年末世观 分别如何描述 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与千禧年的时间相后次序 第二 无千禧年末世观 如何理解启示录二十章 提到的基督掌权的一千年 三 时代论前千禧年末世观 和历史性前千禧年末世观 分别如何看待 教会与末日大灾难的关系 四 无论采取哪种末世论的观点 哪一些事情将来一定会发生 这些事情如何激励我们 过净钱的生活 下一课我们讲天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